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办的活动我认为最令我感动的除了小姐们的努力 老师们的教导温玲玲小姐的主导以外 我认为最令我感动的是一群志工朋友们 这群年轻的志工朋友们他们工作得非常认真 我们看看画面 这整个会场的布置都他们一所完成的 那么大的布幕 那么多的这些舞台伸展台 所以定起来覆盖的这些覆盖物 这些总共的成本加起来才美金800块 难以置信 以Eric 威首这些志工朋友们 这边我向你们最上我最高的敬意 相当不容易 这边也让我看到台湾年轻人的可爱 以及他们的未来 以及我们台湾建国的未来 但是在这张十张秀里面 我认为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 这边要跟各位相亲做一个报告 希望下次办活动能够改进 我认为一个裁判 被选为当作一个当天的裁判 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 当天威宁小姐介绍裁判的时候 只有三位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主持人 第一个人是 Michelle Chow Michelle,请你站起来 她是 她是从高尼科学的高尼科学 谢谢 今天我们有个人的主持人 Ryu Bai Ryu Bai心 但是后来突然冒出了一位 你们等一下我们先颁奖 最佳台湾小姐 那我们请我们的judge 苏黄秀兰女士上台 等一下来帮我们颁奖这个奖 好吗 冒出了这位小姐 她后来居然还上台致辞 上台致辞的时候讲一句很奇怪的话 首先我个人觉得 裁判假如是迟到的话 就应该没有资格坐上裁判桌 迟到的裁判应该有一个羞耻心 要有个荣誉感 既然迟到就该乖乖坐旁边 很客气的不坐上裁判桌 那我们看这小姐大辣辣的坐上裁判桌 甚至还上台讲了一段相当 让我觉得头不以为难的话 各位相亲 各位朋友 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讲到这段话 我们看看VCR 对不起刚刚因为迟到了 我刚刚也去了一个beauty contest 给她的lecture in two hours 所以呢有一点迟到 那我觉得今天我要送给我们这些嘉丽 就是鼓励你们的美意 各位相亲可不可以看到 为了一个选美 为了一个选美 另外一个选美有了一个两小时演讲 所以迟到了 这算是个excuse吗 这到底有没有尊重这一场选美的这个时装秀呢 各位答案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所谓的演讲 两小时演讲 演讲者可以伸缩时间的 他可以讲个一小时四分做结论 也可以做两小时做结论然后迟到 这完全看这个人在对下一个 这个要当裁判这个到底有没有重视 假如是一个人有羞耻心的话 上台致辞的时候 我认为不会把他两小时演讲 像胖风似的 我好了不起 我在别一个选美上 我两小时演讲 所以我迟到 哇这种胖风 我听到真的是恶心恶到极点 吃东西快吐出来了 我认为呢 羞耻心人家都要有 不是官大学问就大 不是的 从我们这边来看到 一个何陶氏一个市议员呢 讲这些话 真的是对他的选民真的是 哎 我觉得选错了 真羞愧 所以呢 下次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办活动 裁判迟到 就会请他坐在旁边 甚至呢 也不要请他上去讲话了 假如他真的是官大学问大 请他去 颁个奖就够了 别讲话了啦 不然这个活动办了有事有事 那么年轻那么努力 就是因为一个人迟到还坐上裁判桌 哎 讲这边 我要跟各位提一下 我不知道裁判的过程 评分过程 我完全不懂 但是我提一个原则 假如一个活动进行到五分钟 裁判才来 那前面五分钟 他如何评分 那评分的加总计算 要如何计算才叫公平 那没有被要评到分的 分数怎么算 所以这次的评分 到底怎么算 我也不懂 我也不去追究这个问题 但是我提出个原则 大家来想想看 以后办任何活动 裁判迟到 是不是要让他继续坐上裁判桌 这是非常深刻一个问题 官大不代表学问大 以后陆陆续续 我会把一些事实来告诉各位 各位相亲的各位朋友 下次呢也有碰到这些人 出现讲那些话的时候 我们应该抱以虚声才对 今天在学美会场上 没有人抱以虚声 我个人倒觉得 台湾人的哑量啊 真的是够了 够了够了 好 今天就跟各位评论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看 停 感谢观看